以前我先用這個機會 像參與這一次所有的搶救救災的過程當中 所付出的包括搶救單位以及殺死車的司機 向他們一併表示最大的肯定 向他們表示最高的致敬 因為我依照本期所瞭解 搶救的搶救災害的單位包括有高速公路局 以及國道公路警察局等等相關的單位 還有一些殺死車的司機 當然本期從電視螢幕裡面去了解 事實上他們每一位都非常的辛苦 當然我也用這個機會再一次向他們表示最高的敬意 但是我也用這個機會 呼籲我們所有立法院的同仁 大家要朝正面去看 最主要就是說 因為事實上發生這個所謂的 國道3號3K加100附近 結果發生山崩事件 事實上不是一日造成的 絕對不是一日造成的 只是現在目前發生的情況之下 當然交通部這邊也必須要站在一個非常負責任的態度去處理 那尤其 我看到有很多的公務人員 包括部長在內 事實上你們都非常委屈 因為本期也看了詳細的處理的過程當中 事實上整個交通部所屬各單位 大家共同同心協力 為了搶救災害真的是不以一力 那當然我也希望這個機會 也向部長來加油打氣 希望不要氣餒 謝謝 那當然本期現在目前關心的就是說 事實上 不管是部長的發言與處理的過程當中 我相信你都心存善念 而且心存善心 那雖然有一些被所謂的見風插針 當然多少會對整個交通部的士氣 會有所影響 但是我也將這機會再一次向你表示 希望你們不要氣餒 那還有一點就是說 因為現在目前可能本年還有一些委員 本身有苛責的聲音 這個也是難免的 因為台灣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 那尤其是政黨政治 那我稍微點了一下 應該你也非常心知肚明 那現在目前就是說 可能發動這個原因裡面 包括有所謂的設計的規範 以及施工的規範 那當然有關養護的規範 那到目前為止 不知道我們交通部這一邊 針對這幾個規範 現在目前去了解的情況之下 那情況是如何 是不是能夠向本年做一個說明 是 我想這個 謝謝委員的這個支持 對我們的打氣 那麼我們這個 目前這個工作的處理 大概分兩個 這個兩個議題 也是兩個層次了 一個議題就是說 像剛剛委員提到的 我們設計施工跟養護的規範 我們有沒有確實遵守 在現行的規範之下 如果這個這一部分沒有中間有落差 就表示說我們作為上 有疏失了 這個要追究責任的 這是一個層次 然後另外一個層次呢 即便說這些作為 都按照規範來做 但是仍然 終究還是發生了這樣的災變 那這個時候很可能就會 設計到規範本身需要修正了 就像921之後 我們把地震有關的規範 整個把它調整一樣 所以這個是兩個層次的議題 那我們在處理這個問題上 我們在人力上也分成兩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呢 我現在是要求高工局和國工局 它分別就設計施工跟養護 這一部分他們的作為 目前所採取的規範跟他們的作為 再準備資料 然後這個這個 準備提供給另外一個層次的這個人力 就是我們交通部這邊 我們成立的一個這個 請大地工程協會 那麼他們來造這個資深的 有經驗的這些專家 組成一個專案小組 中間還包括國外的專家 大家一起來 針對這個高工局和國工局 提供的資料 他們來做研判 那然後另外一方面呢 他們當然也可以提出 他們的一些問題 然後我們來收集資料 來滿足他們的需要 然後最後呢 我們希望他們能夠對我們相關 像這一次發生災變的原因 做出一個他們的一個判斷 然後呢對於我們後續 我們在這個規範的執行 甚至於規範的修正上面 我們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我們希望他們能夠提出建議 我們大概整個目前的安排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等於最主要就是說 要了解他本身 災害真正的原因嘛 是不是 那多少的時程能夠了解 那現在呢 就說 照他們給我的時間表 他們下禮拜五 可以有一個初步的一些意見 會反映出來 那然後根據那個初步的意見 他所涵干的內容 那麼我們再看下一步怎麼走 那他除了這個以外 他們另外也在研議 要做一個更全面性的 我們報告裡面有五點的 那個題目給他們 這五點的題目 要做個完整的這個 他們的一個分析跟建議的話 那麼他會另外再提一個計劃書 這個在今天這一刻他還沒有給我 因為會發生這個事件 當然也讓台灣老百姓 本身有支的一個權力 是是是 那必須把整個 所有這些 障礙發生的原因 必須要調查清楚以後 然後讓台灣老百姓 本身也能夠了解 是是是 我們這個一定要看 那後續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就是說 我們將來如何來議謊 是是是 包括今天早上一大早 本期起床以後 看到那個電視的報導 有提到一點 就台南縣 國道3號關廟段的部分 聽說也是非常的危急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他本身也會發生所謂的走山 或者是所謂的山崩的事件 這個可能真的要說明一下 那個地方大概是在我們關廟附近的一個邊坡 它有30米寬的一個坡面有一些沖石 不是邊坡有不穩定 充實它是 呃 例行的連度保養 把這個坡面再做一個 用水利沙漿用土方再做一個修復坡面的動作 並不是地毛有問題 也不是格量有問題 那這個每年在訓起來之前 都會經過檢查之後 就它裡面做一些養護的動作 並沒有任何那個亮點沒有邊坡不穩定的情況 它是一個例行作業 好 那我請教局長 那你敢保證不會再走山嗎 呃那個點目前並沒有立即的危險 不會有 那個點不會有 目前不會 將來會嗎 將來我們也會繼續監測 如果有的話我們會及時處理 因為本期一大早接到台南縣有很多鄉親的電話 因為過去我曾經派駐在台南縣 他們現在目前是人心惶惶 他一直強調就是說 有關於關廟段這個部分會不會發生跟基隆國道3號一樣 發生走山的事件 那當然本期也就用這個機會反應民意 那當然也確實要了解就是說 有關於關廟段的部分會不會有所謂的立即的危險 當然這一點 台南縣的鄉親大家都會掌管心 呃這個我跟委員保證那個點 目前沒有立即的危險 我們是在做例行的修復 例行的一個保養修復 那除了關廟段出外 或者跟委員建議 我會要求這個高公局這邊 他們可能派他們的段長去跟當地的這個鄉親們做個說明 好不好 好 那另外就是說整個不管是國道1號 國道3號 國道6號等等 到目前為止依照高公局所了解 有沒有所謂立即危險的路段 我們都已經把我們平常就列管的重點部分已經全部檢查了 那我們會繼續把檢查範圍繼續擴大 包括根據設計資料所檢查出來的 其他我們認為也有可能是順向邊坡的這種情況 再擴大檢查 那我們會針對這些邊坡設置必要的監測系統 在三個月之內我們這三十二十五會設置監測系統 那也會尊重這個專家給我們的意見 看是不是要再用更擴大的系統來做全面性的 那等於從局長口中去了解 目前不管是國道1號 國道3號 國道6號等等 總共有三十二處 是我們高公局在密集在檢測的地段是不是 列管的 列管的路段 那有沒有立即危險 都檢查過沒有 不會有立即危險 沒有任何異常狀態 當然這個是牽涉到人民的生命才能安全 那我也希望這個機會也請我們那個高公局這邊 一定要特別留意 是 因為發生國道3號基隆這個路段 發生這個情況 事實上大家都不願意看到的 那當然畢竟已經發生 但是要如何來預防災害繼續來發生 當然這個是一個重點 畢竟人命關天 那所以說我有機會 也建立一下我們高公局 針對所謂三十二處的部分 必須要密集去監測 希望不要有類似情況再生發生好不好 我們三個月之內會完成監測系統 就已經開始監測 好 那當然 本期也非常肯定 包括交通部 另外也已經折成所謂的國公期 高公期 組成工作小組 就設計以及養護的相關的議題 能夠做一個全面性的檢討 那而且 也已經有關於那個 有關於我們交通部 專案小組 目前正在積極的作為當中 事實上是交通部是有在做事情的 但是畢竟本期有聽到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就苛者的聲音 當然我也希望我們交通部 這邊能夠適時 能夠緩應一下 讓台灣老百姓本身能夠知道 不然的話現在目前有一個現象 假如苛者聲音太多的話 那可能大家會誤解我們整個行政團隊 對整個行政院所屬的團隊 當然也會多少有一點影響 所以說本期也就用這個機會 向我們交通部這邊來做一個建議 那另外就是說 因為本期所瞭解 行政院已經在28號那一天 已經針對所謂的 擬難者的部分 發給他們家屬 每人有100萬的慰問金 對不對 當然後續的就是說 包括本院的同仁大家非常關心 就有關於國培這個問題 當然本身我從資料裡面看到 瞭解是交通部以及高公集這邊 有在協助所謂的 擬難者家屬 提出所謂的國家賠償 那當然我也希望我們交通部這邊 到不如比較主動一點 主動一點就是說 因為我個人的認知 應該這個是國培一定會成立的 因為事實上他是 在高速公路上行使 結果發生所謂的走山的事件 結果他本身生命不保 當然這個情況之下 我認得跟國培是息息相關的 所以我將這個計劃還是大膽的做一個建議 倒不如就馬上花放國培 是 我們現在盡快來處理這個問題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就休息20分鐘 本來休息半小時 應這個圖醒者的要求 我們休息20分鐘 讓大家用個便當 謝謝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